我是約可 然後在這個背後前 剛剛在那裡先有講一下 就是我目前在畫面線 男人專欄作家 那其實一開始 我沒有本地的臉書專業 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因為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不想要 我是一個很喜歡分享旅行故事的人 從小就很喜歡寫作 所以 所以我不想要再打擾我的親朋好友們 就是讓他們不斷看我出去玩 以及各式各樣的故事 就成立一個專業 想說可以把所有 在南美洲旅行的東西都放在這邊 然後後來回來之後 大概在前年12月 我第一次嘗試投稿 因為很多我在政大朋友們 都有按穿日線讚 然後我覺得 那個平台 它是比較提供個人的故事 或是個人的觀點 不太是你需要很龐大的知識 政治經濟方面的東西 你只要提供自己個人 真的感動人性的故事的話 你就可以登在這上面 那我試圖投稿之後 主編就邀請我在那邊 承認專欄 然後大部分都會在寫 外日南北跟巴西的故事 如果要說 為什麼我要去巴西的話 其實一開始 我可以想起來的話 是我在大一的那個暑假 一個人到美國去打工 我參加Working holiday的計畫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 帶那麼大23公斤的最大行李箱 跟我一起出國 那 19歲我第一次一個人出國 然後 在那個地方我在必自保工作 只有另外兩個台灣人學姐 然後我記得我在 在整體行李的時候 坐在坊間找過 他們就說 像你這麼年輕就出來 然後這麼愛玩 下一個地方 你會想去哪裡 你會再想的話 遠處打工呢 還是去其他地方 然後我就想說 學校是有交換學生計畫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可以再加 交換學生計畫 那要去哪裡的話 我想去一些特別的地方 然後我隨狂講巴西這個地方 後來就慢慢的從這個方向前進 是你幫我按一下 是我自己按一下 謝謝 交換學生計畫政大 目前統計的話 是有438所學校 姐妹校 然後第二國家是66個國家 所以其實是世界各地 想去就可以去 那 對我所認知的交換學生 那個時候 是你如果去其他國家旅行的話 你可能只是最多時間或是一個月 可是交換學生 是你可以在那個地方生活 所以我在選擇的時候 是一個我想要去生活的地方 喔我相信 我相信 歐洲美洲在政大非常的夯 就是大家都會想著要去 可是我覺得 如果歐洲美洲的話 其實是未來留學跟工作 都還是有機會去的 所以我就想要去一個最遠的地方 然後選擇巴西 我交換學校叫做巴西利亞大學 Mutifest IgG Basilia 然後這是學校的意境 那為什麼選擇巴西 就是在出發前的時候 就有人會問 以及現在回來還是有人會問 大家對巴西的印象是什麼 有人要告訴我 你們覺得 自出嗎 就是他們是公園比較沒有籃球場 只有足球場 家裡不會有其他球 就只有足球 那還有其他印象呢 對對對 三大物也是 幾乎每個人都會跳 然後嘉年華會的時候 不是只有在禮約 也是全國都會放假七天 然後都在做 不一定常常把我 家裡玩就是一個大家都在party 大家都在懶散的時候 然後 這些是我聽說巴西的很多地方 最主要就是大家都會跟我說很危險 然後去巴西 我剛說沒有人想去 大家都想去歐洲 或者是美洲 然後 所以大家都會說 這很危險 你怎麼可以跟女生去這樣子 那很多搶劫 這也是 真的 我有看過影片 我個人是從來沒有碰過太危險的狀態 然後還有聽說巴西人都很怎樣 大家對巴西人有什麼印象嗎 就你們認知當中聽到別人說的 或是你們碰過 熱情 對 巴西人其實他們就是很熱情 所以他們 台灣人是很友善 巴西人也會很想要幫助你 可是他們肢體距離會比較近一點 所以他們認識你之後 美國酒店可能會跟你搖搖廊廢 然後大家都知道 我們基本打招呼的方式 是會先 是左側的擁抱 所以那個人頭會在這裡 然後會輕臉頰 所以基本是以下或是給三下 然後巴西人很愛遲到 他們基本遲到時間是半小時到兩小時左右 這後面我們會這樣 但是聽那麼多人說 剛才現在回來的時候 然後我即將再去 所以我總是因為我跟巴西這個詞有關係之後 大家就會不斷把他們聽說的東西來跟我說 聽說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怎麼會想要這樣做 可是我覺得 也不是很多的 很少人真的有舉過 我很喜歡 我認為的是 你們不要再告訴我 你們聽說怎麼樣 我要自己去看 然後我看了 只要回來 你告訴我 然後我看了 因為南美洲的印象其實是比較偏負面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真正看到那邊的生活帶給大家 以及就算它再危險 人民再暖散 然後那邊再亂 你們想像中的 它其實還是人們生活的地方 所以它一定我可以建造出我的生活圈 我可以有生活機能在 當然我去巴西做交換訓練這件事情 很多人或是出國常常會跟大媽有些衝突 因為幫他密經的難心理 所以我做了很多的準備 在我確認要去巴西之後 我在學校有個Buddy Poker 就是巴西來的交換神 才可以在我們學校裡有個台灣人照顧他 然後陪著他上學 也不是要上學 就是幫他處理生活上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曾經擔任過德國、加拿大的Buddy 所以我知道我要去巴西之後 我就擔任一個巴西學生的Buddy 那個男生真的是 我人生在台灣受到非常大的文化衝擊 我跟他約見面然後我真的就是站在路邊 然後等他的兩小時他都回來 可是你有問題 還因為他那時候在台灣就沒有網路 或者是我們出去玩 他每次笑的時候叫我這樣硬推我 然後或者是會一直摸我頭 其實我心裡都覺得 因為我們沒有必要這麼近 我當然是巴西人可是真的這樣排就夠了 但是跟他相處的 有點像是我巴西生活的時期 就是因為有先忍受他兩小時的遲到時間 所以我實際到我當地之後 我就是知道他們就會這樣 這也就是我無限多的那個Buddy 有很多人都會摸我 然後很多人都會遲到 所以漸漸其實我融入巴西生活 融入的速度蠻快的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右邊這次 右邊這次我畫給我爸媽一張地圖 其實我爸媽他們是很開心的人 當然他們對我要出國還是會擔心 可是我不斷把我所有知道資訊 跟他們分享 他們朋友可能會說 欸巴西人危險 我聽說是有人死掉啊有的沒有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那個人怎麼死掉的 嗯 嗯 假如說之前有一個是被通天炮炸頭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會被通天炮炸頭 就你其實細細去分析 你就會發現這個危險可能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不科學的 然後我媽媽就是會慢慢說 我一起解決這些問題 到時候他們也陪陪到他們朋友 對於女兒要出國的質疑 然後這張地圖是把我如果要去旅行的地方 他們上面的特色我總不少會 我媽媽就貼在我家一個角落 所以要看到哪個日期我在哪個地方去行 大家都知道巴西很遠 飛行時間就是在家轉機 其實因為我要從聖堡 我在飛進內陸的巴西地亞 這是我們的國會大廈 它是巴西地亞最有的建築 那個時候終於飛到的時候 我在Facebook上面是說我是到家了 原因是因為 原因是因為學校不提供住宿 然後我找不到更好租 後來我的朋友就是幫我找到一個 在一個人家裡頭 他們是 這是我的房東家人 房東 他們一開始我房東 他們二樓還有多一間空房 因為三個小孩 有兩個小孩住同一間房 所以那間房子 就是那間房間 像小套房就先租給我 然後 然後跟他們一起生活 他們其實原本說不包含吃的部分 可是他們第一天煮飯就蠻好 叫起來我一起吃飯 然後我為了就是覺得 如果直接叫爸爸媽媽的本名有點尷尬 所以我後來就是也直接叫爸爸媽媽 然後中間有很多相處的故事 就讓我們漸漸成為一家人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城市 因為比較不瞭解 他在巴西中部的這個地方 巴西利亞 是1961年4月21號 就是正式從里約任內部 把巴西政府把手部遷租到這個地方 然後他從上面看起來 因為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工打造的城市 上面看起來是一個飛機形狀 他很神奇的是因為他 回去 他沒有不明 他每條路就是100、200、300的排序 然後他有分成 寄生的部分是政府部門 兩邊是住宅跟商業區 然後分成不同的區塊 從1到16 所以像如果你家在7100的路上的第10區的話 你家就要做710 就是這還蠻好笑的 如果一般人剛到那個城市 會很容易迷路一進 那邊的人到台北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什麼路名啊 就是什麼中小公路 這東西看你自己 為什麼不是712之類的 對 然後再下一頁 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我們發洩的建築大師 叫Oscar 然後我直接升紅手 他堅信建築不應該是方正的 而是像是女人的身體一樣柔軟 所以會有很多圓形的設計 下一頁 然後其實在這邊生活比較特別是因為我跟南地家庭出在一起 所以不如一般的國際學生 可能他們的朋友都是更多的國際學生或是學校學生 我朋友很多都是南地人 我巴西家人都有其他更多的家人 所以我很多巴西的能科啊能力啊之類的 然後他們其實最重要教我一點就是要怎麼 其實我整個六個月都在像是在學習怎麼成為一個巴西人 怎麼吃飯然後怎麼愛國 在足球比賽的時候要怎麼為足球隊加油這些事情 其實比起到一個學校交換 更像是把自己的身分交換到別 從向台灣人變成一個巴西人 那其實台灣跟巴西 我覺得他們算是文化的兩端滿遙遠的 就台灣人的感情是比較反序的 巴西人他們整體民族都很情緒化很感性 就是舉一個例子 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們全家人有一個離別晚餐 大家是一起捧虎 十幾個人就是為這個桌面捧虎 是連爸爸都會流眼淚來淚去 因為他們覺得該酷的時候 就是苦 該笑的時候就是笑 他們是非常專注於當下的一個情緒 然後覺得其實把這一秒做好就好了 像是台灣這邊我覺得 其實大家最重要的目標可能是有錢 有錢才會健康 有錢才會有房子 有家庭 但是那邊最重要的是快樂 只要快樂全家人就在一起就是快樂 然後有一個真愛的話就是快樂 所以在這兩端當中我是有點難平衡 我必須要用人們在台灣正常假期 不然告訴你要積極向上 要達到成功 可是在那邊他們是你可以擔三點沒關係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你要做到你真正想要達到夢想 那在這兩端當中他其實不斷拉扯 然後找到一個平衡點 另外的話就是 這篇文章是寫我跟我花西家人相處的點滴 然後很近日的話他就收入在 像剛剛說的那本專刊當中 他是去年度30天的好文 就是其中之一 那我剛剛有說過就是回來之後 其實我每一天都還在想巴西的生活 一開始其實非常掙扎 然後很不能適應這邊 因為我剛剛說我在那邊有點類似一個 從台灣人今天轉換成一個巴西人 我回來之後就是再次接受文化衝擊 比如說他怎麼準時抵達 然後不可以隨便摸牌的 就是打招呼給只能害 然後都不會軟抱我 我就會覺得就是有一點空虛寂寞 覺得很冷 然後就下隔兩年半之後 我要再次就再回去接受那個文化衝擊 算是一個夢想達成 最後就是我六個月以來 就是碰到每個人 然後他們大家都幫助我很多 我跟他們建立很深的情感 叫大家講這個就是 葡萄牙文的謝謝 如果是女生的話要是A結文 男生是O結文 A結文的話是O結文 O結文 有點像是A結文 我覺得一點點 然後男生的話是O結文 O結文 好 謝謝大家 O結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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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